好,我现在忙活了一早前 现在正在帮助难民分发食物 拍一下难民会不会很没礼貌 拍一下就行了,因为很多 然后算了,我感觉挺不错 然后就这样一下吧,不要拍太多 不然人家隐私权会被那个啥的 然后你看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变瘦很多 是吧,拍摄角度问题,其实我还是很瘦的 然后还有之前的视频里面居然朝供我像包子一样 而且是天津的包子 你错了,那只狗和我的亲和力很强,你知道吗 什么叫狗不力 安东,你好,安东 你好,你好 他就是一直在夸我呢,我就不夸你了 感觉自己夸自己挺不好意思的 他一直说,我是个好的人 然后反正我看看 每天我们都会这样做 然后我的话 那只狗的话是我的专属队友 然后我和狗的话是偶尔去查一下 看有什么受伤的难民啊,或者什么的 更多是他来保护我 然后我们平常会在这个地方做食物分发食物 然后还会帮助受伤的人 然后反正就是尽我们所能吧 我们也只是普通人 本来我还妄想着停止战争,开玩笑呢 怎么做到这个地方呢 然后照片的话我也不会拍摄太多难民的 因为这样对他们不礼貌 但是知道他们挺开心就行了 他们 哦,说起来我们这些志愿者里面有不少全都是来自哈尔科夫的 哦,哈尔科夫真是个英雄城市啊 到处都有我们哈尔科夫的人 我们一定会迎来和平的 然后我的话也会一直坚守在第一线的 你看角度变了,变了以后是不是我显得瘦了 是吧,头发一吹,头发是不是显得更加阳光了一点 不过这个武汉人素质真不错 就算是难民的话,他们也是乖乖的去排队 没有任何哄抢,超级不错的 所以说人家素质是真的高 嗯哼,再见再见 我那个等会还要忙其他的工作哈 我现在是刚刚闲里偷闲,忙里偷闲 和大家说说话 主要是看到评论有人说我长得像狗不里包子 什么鬼 我这是特意上线来和你兑现的啊 你又不是过来啊 然后我还有其他事要忙哈 因为这样子的话每天得忙好多 然后行 等会我们还要去再弄物资啊什么的 放心好了 我这个地方还是很安全的 大概吧 大概还是很安全的 行,拜拜 朋友们 哎你们哟 别说我是像包子了哈 我生气喽